全油管最快新闻,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起草的 关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,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于1月4日发布,将在2024年2月4日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这份意见强调,政府主导,分类实施,改革创新,先行示范的工作原则 旨在改善城中村居住环境,推动深圳的高质量发展 其中,松岗街道沙普老村通过引进物业公司 成功实施人居环境提升,并成为全市的样板 另外,光明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凤凰英会城近日入伙 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装配式保障房项目 总体而言,深圳在城中村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